我也不知道 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能多干一点酸一点吧 等这个难关能过去了 村子里只会更难了 整个冬季 这茶树养护都是问题 孩子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 酒店的那些茶叶回款 恐怕也救不了急了 大家已经很感激你了 你多会儿说不做了 没有人会怪你 这些树都是大家的希望 只要冬天过去了 就离春天不远了 村长 你下来一趟 乌酒阳 就离春便 我儿子啊 你来秦天吗 我助于你 你来秦天哪 你来秦天呀 你来秦天啊 我来秦天啊 我唯一 dados 不好意思啊 她刚来了一架 她 她以为你跟她一样 没事 你肚子不舒服是吧 我这里有暖水在 给你暖一暖 来 不用了 不用 就是脚凉了 这会儿就好了 我就好了 走走走 我们去干活啊 走走走 谢谢啊 大姐 顾厂长 你说这话就见外了 你还谢谢我 我们倒是要谢谢你 倒是真的 你没有关闭茶厂 这样我就不用出去打工 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啊 我就可以陪在她身边 我真的好 谢谢你啊 谢谢啊 对了 你不舒服 你哪儿都不要去 就在这儿待着 没事 一会儿就好了 不要动 不要动 暖一暖 这些出活我们干得来的 我们天天干的 你歇着啊 走走走走 走走 走走走 爸 茶厂这边的事儿 已经在解决了 您放心吧 这个地方真的是挺好的 什么时候 我想带您跟子言来看看 放这边就好 姑娘 这一百五十件空山茶 已经清点方向了 好 今天安排发货吧 好的 抗霜害的药啊 我已经给您打包好了 您扫着个二维码付款就行了 我马上给您发货 好的 谢谢 这是我们叫您做到的 这是我 这算是个妻子找的 这是好 咯 是不是 这算是怎么会 烤烤 哪 呢 是 我 �烤 我 你 他 我 来 邃 我 如果有消息告诉你 好 姐 姐 我们到了 我去给你拿箱子 拜拜 姐 拜拜 你早点回家啊 好 佳姐 回来了 你今天夜班啊 小松 这两天有我们家包裹吗 没有 好 谢谢 回来了 回来了 儿子呢 陈姐哄睡了 茶厂社处理怎么样了 比我想象的还是困难一点 但还好 这次去有了点眉目 那就好 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不知道啊 不然让陈姐给你做点 算了吧 别麻烦了 再说我答应你陪你断食晚餐 别到时候我一吃 你肚子里的蝉虫又勾出来了 我吃个橘子 我继续坚持 老公 那些蓝色的烟花 全部都销毁了吗 和那些过期的烟花一起销毁了 我那天跟你视频的时候 看见旁边还有燃放装置 平常销毁烟花 不都集中堆放吗 老婆 我本来想的是 那些蓝色的烟花 你在我心目中不仅仅是烟花 那是艺术品 就这么销毁了 挺可惜的 不过最后还是全部销毁了 全部销毁了就好 全部销毁了就好 我现在的想法是 把每一棵茶树都编号挂牌 然后把茶叶冠上 印上二维码 那个二维码就对应这一棵茶树 只要买到茶叶的人 一扫二维码 就可以花两百块钱 任养一棵茶树 然后我们会在春秋两季 把最新的新品免费邮寄 那这个是属于办公益性质吗 对啊 只有这样能快速地回笼资金 给村民们养殖茶树 我想了 我会在二维码里面 编辑一段视频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 原生态的养殖 现在我是没什么钱 等将来如果做起来 我想把二维码变成应用程序 这样大家 就直接能从自己的手机里看到 自己任养茶树的生长跟修剪 你这个挺好的呀 你是不是就像 电子森林那种啊 好不好 好啊 那你赶紧弄 你弄完了我马上任养一棵 那你这个是需要 酬很多钱吗 做二维码 倒是不需要什么成本 酒店经理也说了 他会帮我多推几家同行 还有江晨那边 他也帮我找了几个 独立咖啡馆做分销 只要有客户员 一定能养起来的 怎么了不好吗 没有 没有 我就觉得你们那样 才算是奋斗 才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不像我 我觉得啊 我现在就像是一棵 被人任养的茶树 你胡说什么呀 那我第一个任养你 你赶快把二维码 让我扫一下 那你养不起 这里是扫码区域 他只要一扫码的时候 不过就会看到 一个多个视频 你选择了吗 你选择了吗 我选择了 你选择了吗 你选择了吗 是我 你出差这几天 子言爸爸应酬多 每天都要忙到 晚上十点才能回家 过来吃啊 一会儿该凉了 好 你那些蓝色烟花 全部都销毁了吗 和那些过期的烟花 一起销毁了 我那天跟你视频的时候 看见旁边还有燃放装置 平时销毁的时候 不都集中堆放就完了吗 老婆 我本来想的是 这些蓝色烟花 在我心里那不仅仅是烟花 那是艺术品 就这么销毁了 挺可惜的 不过我还是全部销毁了 来 吃这个 老婆 你是今天有应酬啊 好 好